我們講到皮膚保養怎麼樣不NG 剛剛有一些方法 其實就是一些皮膚而已 譬如說你不要用熱水 你以為熱水會洗乾淨嗎 沒有 然後其實先洗手再洗臉 有方向的 然後你用慕斯的方法 很細緻的可以去把你髒的東西 洗出來 這些都是很好的洗臉方式 再來就是很多人說 新陳代謝一定有 角質層比較厚的時候 我要去角質 這一題我就要問囉 請問常常去角質 皮膚就比較水亮光澤嗎 各位專家請回答 我變聰明了 一定不可憐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是 妳說說為什麼妳覺得 常常去角質會比較水亮光澤 因為我以前 我幾乎每個禮拜 都跟我的姐妹們去三溫暖 或是去健身房 然後我們都會互相 就是女生互相幫對方戳背 然後戳完再互相 把那個很營養的保養品 就是擦在那種背 肩膀 我就覺得 整個那個穿露背妝 皮膚超好的 但是臉的話 可能以前那時候 我常在去角質的時候 我皮膚正是好的時候 我天天都用那種磨砂的洗面乳 在洗臉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洗得乾淨 那時候我的皮膚狀況 也是非常好 去角質跟泡熱水澡 千萬不要同時進行 是喔 我們整群女生都這樣耶 每角質都已經被妳磨掉了 我又跑去泡熱水澡 我的保護的屏障已經完全沒有了 糟糕 很多人去做SPA 或者去泡三彎湯的時候 還拿了一個小籃子 從頭到腳 又護髮 又去角質 Sam老師說這是錯的 你去SPA OK 不過你不要 去完腳質又跑去泡熱水澡 不要同時就對了 就不建議的 而且會比較敏感 去完腳質喔 事實上皮膚好 就已經有去一層 這個保護層面破壞了 對 會刺激 那我現在變成敏感肌膚 我適合去角質嗎 那就不適合很平常去 頻率很高 對 頻繁去去 不然就是要很溫和的去角質 就是不要太過於顆粒 銳利的去去你的角質 對 那我們知道皮膚 從表皮到真皮 到皮下組織到肌肉層 事實上它是一個完整的組織 那最重要就是皮膚的表皮層 那表皮層基本上它有四層 除了手掌腳掌有五層之外 它基本是四層 那最重要就是外面這一層 角質層是最重要的 是 因為角質它 保護著我們皮膚的 這個外面的一個屏障 不管是皮膚的一個美觀 或皮膚的保濕 或皮膚的健康等等 角質層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去角質 大概都是角質層要去除掉 因為角質它都累積一些 髒的東西在表面上 所以說我們去角質 基本上 假正常來講 真的要去角質 大概來講我們大概28天 我們知道皮膚的代謝是28天 你過度去角質 皮膚它的新陳更新 都還沒好的時候 你又去它 它會變得更薄熱 更敏感等等 現在就會產生 所以我們建議說假正常的人 或是皮膚比較屬於油脂 比較多的人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說一個月去一次 那去角質當然又分 是有輕微的去角質 或是比較重度去角質 那實際上我們建議說 一般人它的輕度去角質 就可以了 不要用很刺激 顆粒很粗的 或者說有人現在用一些 鹽巴的去角質 那實際上其實不好的 那現在很多的這些產品 實際上在去角質上溫和 而且效果都不錯 所以要根據自己的膚質 來去角質 實際上皮膚可以保濕的比較乾淨 那如果是油脂皮膚 就很容易長粉刺 或痘痘的那種皮膚 它去角質的話 它會不會改善 就是長粉刺或是長痘痘 會嗎 當然會 其實因為我們知道痘痘 這油性的膚質 事實上它分這個 閉鎖的粉刺 跟這個開放的粉刺 那黑頭粉刺就是開放的粉刺 我們叫open的 那閉鎖粉刺 就白頭粉刺 叫close的 那實際上我們去改善 是應該是閉鎖的粉刺 去改善 因為黑頭粉刺 本來就是它是一個開放 基本上不太容易發炎 為什麼會黑呢 因為空氣污染 髒 所以只要清潔做好就可以 可是最重要就是 就是閉鎖的粉刺 白頭粉刺 是形成痘痘的 後續發炎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因子 所以說我們去粉刺 主要是白頭粉刺 那適當白頭粉刺 去除的話 適當可以使我們這個 過度或是不好的角質的累積 可以去除掉 因為形成痘痘最重要的就是 不正常的角質的累積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說把這些不好的角質 適當去除是可以的 那現在還有更方便 就是所謂的洗臉的這個慕斯 那這個慕斯來說的話 你看一下 如果說你以慕斯來講的話 你發現你會在洗的過程 這下面有一個 兩週前跟兩週後 你會發現 它會讓你的毛孔感覺 變得比較細微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如果說毛孔裡面 清潔得宜 基本上毛孔是比較容易縮的 這是我講到的慕斯方便 其實你不過我今天有帶來 就這一個 你會發現它就很像一個 很高牙的手帕的感覺 那你會發現這裡面 它其實是 它是一個超細的纖維 而且它是一個 高密度的超細的纖維 然後這個超細的纖維 我剛剛稍微來解釋一下 因為人的臉上 大概我們有皮溝皮丘 有毛孔這些 那這個毛孔 臉上的這個微米數 大概是落在十到三十微米左右 那這個洗臉部裡面的超細纖維 它這個纖維已經小到 你這樣子直接用露眼看 是看不到的 它裡面的每一個纖維 大概是落在三微米而已 那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你看我三微米 那我的毛孔如果是十微米 那是不是相當於等於說 三跟十是它的三分之一 那三微米又可以 我們換一個比例來計算的話 大概是一根頭髮的三百分之一 那麼細 哇 好小喔 根本就看不到 一根都快看不到 那今天如果我又搭配 正確的洗臉的泡泡 來洗臉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很容易 幫你把毛孔裡面的髒東西 溫和的把它清潔掉 那今天我剛剛講到的這個慕斯 就是我手上這一瓶 這一瓶它就做酵素慕斯 那我在洗的時候 要教大家怎麼用呢 老師可以幫我嗎 好啊 那我教大家怎麼用 第一個 你先把布稍微 沾濕 沾濕 那你也不用到完全乾 你就稍微簡單的這樣子 把它扭乾就好了 一點點 留一點水分在裡面 對 一點點 其實這樣子就算完全乾 就是你拿起來不滴水就好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這個慕斯 直接把它擠出來 那你看這個酵素慕斯 主要裡面是胺基酸的慕斯 的界面活性 所以它胺基酸跟輕膚性很高 所以那你這樣擠出來之後對不對 那我可以先把我的這個洗臉布 抓成一顆球的感覺 這樣抓著 這就是所謂的柔洗 就是每天都可以用的 抓著一顆球之後呢 比如說這個是我的臉 是哪裡 這裡 這樣子放著對不對 我就開始放著 簡單的這樣子按摩 然後你在按摩的過程 你會發現這個超細纖維的 這一塊洗臉布裡面的 這一個非常非常細小的纖維 都不會痛耶 就開始跟你肌膚的這一個 外層的這個角質層作用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洗臉的產品 這個酵素的這個慕斯 你在按摩的時候 這個泡泡就會推到 你的毛細孔裡面去 然後它這個裡面的纖維 在你推滑的過程 輕輕地打圈 就會幫助你把這個毛孔裡面的 這種東西帶出來 然後再微微 那為什麼我們要打圈 因為它可以針對你的毛孔外皮 等等一些狀況 可以幫你做到很好的清潔 跟代謝的功能 這可以打到去角質的效果 可以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微量的 對 那我們這邊洗完對不對 洗到這個地方 然後手肘 你看你就可以按摩 然後這個手肘 我們可以比喻哪裡 比如說你鼻翼旁邊 這兩邊 是 然後我這樣稍微把它擦一下 我覺得我視覺看 都覺得好嫩喔 來 看上面這邊 這邊是去過的 稍微有洗 真的 擺很多耶 上面這個地方是有洗的 對 然後我們看這邊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手肘的地方 你看 手肘 這一塊 跟這一塊 有沒有感覺 奇怪 這樣只是跟牧師 跟一個洗眼部 對 我完全沒有覺得 在破壞它 像我們以前在去角質 都會戳戳戳很痛有沒有 完全沒有感覺我在洗 是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手肘地方感覺 像幫它有點拋光的感覺